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望向编辑部》 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你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郭伟峰也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静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今节我们就 讲一讲 这个世界时事都是第一则新闻 就讲一下 这个菲律宾议会提议 不如这样 你们有很多不要 退役那些 是好东西的 原来 就向美军杀取 一只退役的巡洋舰 并且就说你这样也对的 那你就会对菲律宾以西的南海相关局势 恰当和相关 亦都说 现在他 夹回美国陆上战车 就说我们之间 很有情意 好笑 又学了台湾 就说如果 你们美军能够向我们提供 是菲律宾海号 其实 是一个非常 美好的姿态 有在于加强美菲两国之间 坚如盆石的承诺 还有 是牢固的情仪 又讲感情了 哈哈哈 是不是 但是 一直讲感情 换言之就是 想你免费给他 没错 是吗 不用跟你买 你全都好 但是你给他的时候 你别忘了 他免费给你 维护 是不是 都是美国佬出钱 嗯 其实菲律宾历史上 亦都曾经多次 是向美国 获得 是 舰艇和其他装备的 这些通常 是叫聖余物资 就是人家用证那些 那么叫做 他们有个名词的叫EDA 的形式 出售或者转赠 最讲为人知的就是三首美国海岸巡卫 队的退役的 夏美顿级巡罗舰 就是PS15 叫 格雷哥里奥 德尔皮拉尔号 还有 就是其他的 原本就叫达拉斯号 还有 另外一个就叫 布特韦尔号 截止到去年 还有三艘原本美国海军退役的二艘 巨峰级海岸巡罗 南艇加菲律宾的是军队服役的 菲律宾 亦都还有一批美国之外 在现役二艘艇包括南韩赠送的 蒲汉级 胡惠纜 叫 中周豪 以及1997年 美国海军队服役的三艘 原本是居住在 港英 之前港英年代 原来也是孔爵级的巡罗舰 1997年 BNO是否去菲律宾怀面下 美好的殖民地年代 BNO很厉害菲律宾 上次康泰旅行团 那倒是 反正 现在美国没有任何声器 regulate its 입 东南亚联盟 峰会在鸥磅万丈举行 除了东盟成员以外 中国、日本、南韩和一些欧美国家代表都参加的 今次主题就是叫做 东盟加强互联互通和运行 当然大家都在说发展 但是这个马可思 首先他在这个会议上说得很大 之后就叫那些议员出来 叫美国佬拿蓝艇 这个也是说得很危险 但是最搞笑 他在这个东盟会议上 就没有人为他喝彩 就是没有人为他激奖 除了是西方盟友 开会也不是说这件事 是的 因为他这次主要是说发展 互联互通 但是马可思就很不臭米气 很不臭米气就利用这个国际场合 打算开辟第二战线 在南海问题上 对中国发动精心准备的一次控诉 但发觉连这些大马的报纸都很少报他 当然了 好像是不关事 人家说发展力就说要和其他国家如何动手 不是说这些的 是的 原来马可思在万丈就说 现在政治局势很紧张 不好意思 南海其他国家和中国的关系很好 没有你说得那么紧张 中国不能够将经济合作和政治安全分开敦促南海诸国加快 和中国的一些行动 叫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 你都会说南海准则行为谈判是南海诸国的事 为什么要找美国人来呢 最搞笑的是你不要分开 不要把政治和经济分开 现在就不分开 但是其他南海国家和中国的关系好 是你自己在这儿跳舞而已 是的 开会期间更加不理你 我们不是这样的立场 你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呀 你夹我们呀 他就是这样 他就是想这样 其实作为南海争端的当事国菲律宾表达 对南海问题的担忧和尽快落实南海 行为准则的期许 都是正常的 早在2023年五元在人尼举行的东盟会议上 菲律宾和新加坡在内国家亦都说希望加快推动 最终敲定南海行为准则 在经过南海问题 对中国一年的挑衅之后 其实这次东盟的峰会 菲律宾和其他南海各主角 真的走得很远 他就表示拙拙逼人 即是人家说经济合作互联波动 一定先说去对付中国 蛤? 不是说这些东西 看见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媒体 印尼的华文媒体 其实有没有发觉很少报道他 都是说如何和中国签计什么协议 当然马可思 为菲律宾的立场作了辩护 将菲律宾授作为 我是乖乖仔 是不是经常拿船撞人 你搞K棍是吧? 乖乖仔 是的 他也精心地打了自己 遵己手法 卖小强碰 我要受害人 我要碰瓷 但是最搞笑的是 东南眼媒体说 后来他发现自己居然是孤家寡人 台湾地区说 台湾地区说孤立 这次孤立他 无人问津 原来 在他发言之后 马来西亚总理安华 新加坡总理黄秦才 越南总理范明正 居然没有人回应菲律宾 当然了 之后最搞笑的是 这些华文媒体说 菲律宾瘠心一片 我送一句话给你 我就当你瘋了 因为完全说的东西 都不相关的 最搞笑的是 这个安华和财哥 王秦才 还有发明正有 我们应该团结 我们团结 和发展才对 另外 泰国更加不用说了 泰国的总理 即是泰国首相 他顺国女 佩通坦 他就说 他就说 促进地区力方面加强南海 加强东盟中心地位 至关重要 必须努力加强东盟共同体 维护和维持一个强大 而且是团结的东盟 东盟必须在影响 他们地区和 人民的问题上采取有原则 不可以算边站的立场 就是叫你 鼎你不要选美国的边站 当然你也说 也不能选中国的边站 没所谓的 中国说没所谓 最重要是大家有得谈 对于南海问题 他就说这句话 应该马赫斯听到不开心 避免挑衅行为 保持黑制 挑衅 肯定 是你了 中国也有 他没有指明 你就当跟大家说 但是他也没有说 我们要 要中国怎样 他没有说 他说 要创造 是 开展合作 和平解决争断 说真的 难看 可能他去了那个会议 没人理他 那你回去 行啊 因为马赫斯也说 好啊 我们会研究 向美国拿东西 可能马赫斯去到东盟峰会 算不算受气 没人理他 也不算受气 没人理他 还比受气 别人当你 当然他有些东西 有些人都会回应 但是说南海问题 你就是孤家寡人 因为 没人跟你拍子起舞 没有的 为什么 因为大家和中国好好地 又在做生意发展 经贸往来 其他文化交流 你突然之间跟我说 你要站在我那边 然后过两天 你就说 我要叫美国拿船 之后要顶着中国 又是那句 得理是这样的 为什么你这么搞笑 南海主角是得理 台湾对话 我中饮我们 开啦 这样也要涉 中饮我们 因为他是太平岛 太平岛 其实菲律宾 毫无疑问他们所作所为 和 东盟 其实东盟 他们现在就是追求 是独立自主 你会发现 东南国家最喜欢说 什么 就是我们要寻求独立自主的外交 连这个这么小的 国家 东帝盟都敢说 说不选边站 那谁选边站 谁站了一边 站了美国人一边 什么 很明显 对 而且只有你 而且只有你 看看过去20年 中国和东盟国家 双边贸易增长 增长了11% 中国连续15年 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的 地位 东盟自从2020年 连续四年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在2002年 中国东盟自贸区 亦在今年10月初 亦宣布了实质 结束3.0版的谈判 如果这个 如果这个作用 搞定的话 其实 如果好像跟你在菲律宾 那怎样可以继续谈下去 一起跟你谈 不是一起跟你一起对抗 他想谈 是 是自贸区的东西 很明显 难道我突然之间 我 对抗你 我对抗你 但是你还要跟我谈 还要跟我做生意 还要笑口細細 你傻的 而且他 难听点说 你叫不了你的盟国 马来西亚有没有听你说 没有 印尼有没有 没有 无论是南海各方 行为宣言的落实 还是南海地区安全形势 这个维持也好 其实都离不开是大家的努力 还有 你不要整天都找些域外势力来 刚才贝通坦觉得对 我们不选边站 我们是独立自主国家 我们南海应该是团结的 自闭你又不是 引入域外势力回来 是吗 而且有件事 原来有件事都很严重 原来在菲律宾 叫内湖省一名 中国籍男子 遭到四人 拿棒棒抢 他中了很多年子 但是 幸存下来 都很幸运 真的很幸运 原来报导也说这位受害男子 是某家酒店集团的高层 嫌疑犯就购买热手车 因为他扮认这个是二手车的供应商 卖家 预约那位男子试车 试法时 男子就跟四名嫌疑犯同坐一架车 没想到 途中被人弄了几次 嫌疑犯就把男子弄了他之后 丢在路边 然后再开多几次 然后就开车 幸运真是大名 真是大名 中了四人 反正 这些地方你做生意小心点 小心点 不过就算报警 你知道他的警察有些都是不干净的 是吗 是 是 好了 说真的 小马赫斯 为什么 是人们这么出道特尔特 这个就是因为小马赫斯年代 即是现在 你看这些案件多了多少 是吗 好了 这是第一则新闻 世界首富出事了 原来世界首富被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指控他 最少用了10亿美金在委内瑞拉 是发动政变 就说他 你这样不行的 煽动这个暴力 发动政变 也都指控美国政府企图颠覆今年7月 委内瑞街选举结果是政变幕后的黑手 马杜罗在接受国家电视台访问时 Elon Marks 马依隆 台湾地区叫马尔郎 什么郎呢 大温冷 就说 我知道 发生什么事 我 认为我做得还不够 马斯克在政变和法西斯主义活动 还有在针对委内瑞拉选举过程当中 投入最少10亿美金 日之价 马杜罗也指责马斯克 就说他煽动暴力 就说他 在一个月里面 持续 鼓励委内瑞拉 发动 苏联 当然是帮助反对派发动苏联 但是这个计划最终宣布失败 反对派领袖走在西班牙寻求政治庇护 而且 也是那句 为什么他去到呢 当然是委内瑞拉政府放他走 其实大家都默契 你走算 那倒是 好像乖以多这样搞了几年才能走到前 临时大总统 西方峰那位 一样去美国 一样要流亡 不如早点流亡 如果你搞出人命 马杜罗更糟糕了 对 马杜罗也会 职目 马杜罗更糟糕了 可否这样说大家 算了 你肯走 你不要搞搞震 我便让你走 就是这样 如果 委内瑞拉 失败了 或者出了什么事 你上身 如果你保住他 安然无恙 你走 安然无恙 OK 大家就 算数了 算数了 对 对 原来 马杜罗也是 说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 即是他社交媒体在煽动暴力 另外 马杜罗也指控委内瑞拉反对派 领导人 马查多 向法西斯团体提供资金 马查多也是委内瑞拉反对派的领导人之一 他曾经参与反马杜罗的示威 拒绝成见马杜罗7月的竞选结果 8月马查多在美国华尔街日报赞文 就说由于担心 在生命和自由受到威胁 所以他就躲在委内瑞拉在国内某个地方 到了7月29号 委内瑞拉全国竞选委员会宣布已经执政11年 名字挺好听 大爱国联盟的候选人 现任总统马杜罗再次当选总统 选举委员会也对80%的 选票 计票结果是显示马杜罗获得51.2%的选票 反对派领袖 就是民主团结联盟的候选人干萨雷斯 即现在去了西班牙寻求政治庇护 那位 45% 其实 以前那些差很远 今次也 差几个百分之 马杜罗说 那證明了没有 可以这么说 證明了没有什么 我跟他很近的 我赢他很少的 西方也是质疑你的 西方也是质疑你的 但现在那一刻也不说了 委内瑞拉反对派 也拒绝承认这个结果 发起大规模示威 马杜罗 在选举当中舞弊 当然马杜罗之后 为什么马杜罗去吠马杜罗 原来马杜罗被马杜罗称为 就是举行了一场重大的选举舞弊行动 引起马杜罗不开心 马杜罗 当然不理 后来马杜罗也说马杜罗想用 这个我觉得就说得夸张了 用他的太空火箭入侵委内瑞拉 阿窩 星球大战 对 Spey X 我想都不会花那么多钱 搞搞什么 你最多说他九个 九个他肯定会 你最多说他肯定会 马杜罗最近有整机器人 有没有说起机器人兵团 马杜罗也说 社交媒体创造了虚异现实 而谁掌控我们的虚异现实 我们新头号的敌人就是Elon Marks 两人也说 要通过 这个最搞笑 马杜罗就说 我要决斗分出胜负 其实也是个敢说死 一起说 他不是叫朱克伯格 打雷台 打反场 你看朱克伯格会空手道 对 还有学巴西游戏 反正 马杜罗也是政治行动 就是谴责马杜罗 马杜罗也是肯定顶嘴 就是这么简单 好 这个就是第二则新闻 最后则新闻 就是说 我们说过 其实波音也很惨 有很多意外 从年初的脱门事件 之后爆了很多东西 波音也证实全球即将大裁员17000人的重磅消息 占比10% 震惊业界 但是波音的强大竞争对手 总部在法国的 欧洲航空巨企 就是Airbus 空中巴士 亦都宣布瘦身计划 业务重组 现在 商业环境很复杂 现在航空业不是伏缩得很好吗 现在他占了中国 又占了中国 中国的机票便宜 所以 冯德罗欣说要查 要查中国的航司 是否倒帖 别说 其实他的卷 人工 已经有点差距 虽然差距不太大 因为他也有 很多 是外国的雇员 原来这个空中巴士就说 复杂的商业环境 尤其是卫星服务亏损 所以 他们规划在防务 和 航太事业单位 长外院 没有这个波音那么疯 其实他的股价也跌得很厉害 这么多丑闻 裁2500人 空中巴士 经谈判 目标 就是2026年之前 在集团的防务 和航太 业务实施裁员计划 这个也是空中巴士 第二大事业单位 裁员2500人 占比7% 这次裁员属于 一样 业务重组 反正他们说什么 业务重组就是 炒人 说白了就是 重组 要省钱 空中巴士 集团其实是 卫星和 运输 飞机製造商 在欧洲 其实它有 导弹 战斗机 还有 太空发射 等等 业务 都是举足轻重的 最近几个季度 以高科技 一个高科技专案叫 ONE SET 领头的太空系统的费用高昂 再加上 防务业 现在延迟和成本上升 导致空中巴士 有15亿欧罗的亏损 所以最终 亦只能够 宣责裁员 是没有办法的 这一步 当然说业务重组 这个 要进一步行动才行 航贷市场日益艰难 我们必须更快更正确 更有竞争力 当然 炒人 更有竞争力 精简 减成本 反正 很多公司都是这样 空中巴士 很多人觉得 法国不是 其他人组成 法国 德国 英国 西班牙四个国家 共同成立的总部在法兰西 其余三国亦有核心业务 这四个国家政府都已经 得知这项裁员计划 现在空中巴士要人力重组计划 裁员就是人力重组 是这样的 这些公司只能够这么说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